亲密的搭档是刘国权 李大为指导的都市情感商战具 由林申 刘恩佑 张文 陈思思领先主演 该剧讲述了一家企业遭遇重大危机时 乔天宇联合同事和记者 搜寻作为董事的父亲罪证 最终伸张正义并收获爱情的故事 天宇公司的当红网络游戏突然瘫痪了 这影响了众多的游戏用户 并引起了晚报记者沈安的注意 公司董事乔启山 借机安排养子乔天宇进入公司担任要职 乔天宇想通过沈安刊发有利公司形象的文章遭到拒绝 虽对沈安刮目相看 一个神秘电话打尽报社 沈安前去赴约 阴堵车线锁中断 乔天宇决定用选秀比赛挽回公司形象 为了帮小裁缝韩晓芳原梦 也为了调查 沈安参赛 担恋乔天宇的富家女苏珊处处刁难沈安 沈安无意间得到一个硬盘 却被人窃取 沈安和韩晓芳在比赛中得冠 颁奖时舞台贪陷 韩晓芳重伤 乔天宇发现幕后的推手竟是乔启山 他痛苦的直面 公司总裁乔丽莎查出了游戏瘫痪的真相 为拿到乔启山利用游戏平台进行赌博的罪证 沈安 乔天宇 乔丽莎联合了起来 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展开 最终乔启山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乔天宇和沈安收获了珍贵的爱情